21世纪,世界在飞速发展,人类文明发展也在紧跟脚步,但是现在有一个悬在人类头顶的大问题,就是不可再生能源在慢慢耗尽,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和能源有密切关系,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和生存都依赖于能源的供给。 为了世界的发展,能源被过度开采是必然的过程,但是面临未来地球资源枯竭那一天,还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,人类也在竭尽全力地想办法寻求新能源代替如今的局面。 中国发展一直走在康庄大道上,面临资源问题也在寻找新能源的突破,太阳能发电、水电站、核电站发电项目等等,并且取得一定的成绩,为世界新能源建设发展提供很好的榜样。 特别是近年来,中国风电连续多年新增装机居全球首位,成为全球第一风电大国。 风电超越核电,成为仅次于火电、水电、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三大主力电源。 我国从80年代开始接触风电,由于当时风电的不稳定性和技术要求高,我们连一个风机的扇业都做不出来,只能引进国外公司来开辟中国市场,援助我们的短板。 但风机的关键设计技术都掌握在国外公司的手里,我国工程师只能从别国买图纸,自己拼装受限于人。 由于我国风能资源丰富,平原以及沿海地区建设风场场地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,大力发展风能产业对我国新兴能源建设至关重要。 再加上中国一直是一个倔强而且自强的民族,于是决心要自己打造风电技术。 直到98年,京风科技的到来结束了国外垄断的现状,并且收购了当时最大的风力发电制造商,自己掌握设计,更走出了一条从风能资源评估,风场选址,到后期维护的一条龙服务,凸显了我国在风电领域的实力,一路披荆斩棘,实现了一次次的突破。 随着世界各国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,以及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技术的不断提升,近年来全球风力发电行业高速发展,世界风电厂遍地开花,位居首位的当属中国风场规格。 仅2016年至今,中国新增装机容量50万兆瓦,占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42.77%,位居世界第一,并且我国自主生产了世界上最大型的海上巨无霸风电机SL5000。 它的机舱上甚至可以起降直升机,风轮高度超过40层楼高。 中国一直都是这样,要做就做最大的,最强的,把它制造出来堪称是一个奇迹,现今已经安装在浩瀚的东海上,开始投入使用。 70年来,中国风电从零起步,从科研试验、示范项目到商业化、产业化应用,中国风电产业从无到有,从小到大,从弱到强,走过了一条迂回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崛起之路。 不断壮大的中国风电开始频频亮相于世界舞台,当初我们把杨师傅请进来,今天我们走出去给外国人当师傅。 另外,2020年,中国进入新基建时代,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,相信中国风电产业会再次腾飞,占领世界风电之巅。